大家好,我是陳明志 網路上都叫我LJ 一千三 希望我的催眠效果不要讓他馬上變成兩千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LOS除了感測之外還能做什麼 剛剛他爸說他都喜歡空談 但他今天在空談後面就要講得更虛幻一點 所以我們談一談未來 我就不要太贅述LOS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是一個開源工藝大家都知道 我想他核心價值主要是開放的硬體、軟體、資料 最重要是開放心胸 因為今天如果有到攤位來的話 會發現攤位裡頭的人 每一個背景都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大家能夠聚在一起 其實就是因為有這種不一樣 然後有各種激盪才能夠做出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出來 所以成員來自四面八方 那就像剛剛他爸說的 平常我們都不認識 所以剛剛還要交換名片 然後或者是上次明明見過 為什麼這次又不一樣 長得又不一樣 然後就說你胖的 那他爸常說這個LOS是大家 他剛剛說LOS is yours 那我是把它翻成中文 LOS是大家就是可能比較好懂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分享 都去使用去享受這個好成果 那其實LOS我大概是去年九月才加入的 那九月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做P2.5 一開始他爸跟我常常在東聊西 要做什麼做什麼 那時候開出了一大堆想做的東西 那時候還在想說怎麼辦 要做這麼多東西怎麼有可能 其實有非常多想做的事情 但是後來慢慢聚焦聚焦聚焦 到後來發現說P2.5是所有人都關心的 是有感的的議題 所以他變成一個第一個計畫 那沒想到第一個計畫 就一直run到現在 所以這個計畫 如果我們追根溯源的話 大概是去年十月十七號 我們在臉書上貼了一個 大家一起來的公告 那那個時候大概只有三四個點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把握這個 這個project會不會成功 因為那時候想說如果沒成功 我們就隱性埋名一陣子 反正大家也不認識我們吧 那結果沒想到就越滾越大 就開始有一些迴響 那十一月七號零件包 就在網路上就上架了 一開始的時候很多人要加入 就在想說這個sensor哪裡滿 東一個西一個 所以就到處在團購 所以後來就把它弄成一個零件包上架 那這好像也是算是Maker界的一個創舉 那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 我們有第一次Fieldtry 那十二月十號記得那時候在華山也是Maker Pro辦的這個見面會 場面非常盛大 那弄完之後2015就結束了對不對 本來想說可以喘息了是不是 他爸絕對不會讓我們休息的 結果事情越管越大了 二月九號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G0V 臨時政府的 他們有一個這個空氣污染的 就是PM2.5的網頁 他們把我們的LAS資料介入 就介接進去 而且畫面弄得非常美觀 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的流量就忽然大增了 使用者的族群忽然增加 二月十七號Tickerbond邀請我們 去給一個這個Maker的分享 好 那 然後就是在這個文章 因為Tickerbond在這個 國內的這個族群算蠻大的 然後臉書上的文章一轉貼之後 那個 每次他爸都會說 只要有一個Event 他的 就一對人要Request加入LAS的這個Group 然後他的手就會抽進一次 所以 那二月十九號呢 是因為 我在眾議院服務嘛 那眾議院剛好有一個 東南亞國家的一些環境學者的專家的會議 那我們就硬邀就是在現場擺攤 那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還覺得說 就學術的會議通常不喜歡商業活動 看我們在那裡擺一些產品 就覺得我們是來賣東西的 所以一開始都不理我們 後來我們就 給了一個演講 跟大家說 我們沒有要賣東西 我們真的沒有要賣東西 我們純粹是做公益的 所有東西都open的 結果大家被我們說服了之後 那個Coffee Break 可能就現場幾乎發生暴動 所有人都衝上來了 然後就抓了一個人 就問說 你這東西我不會帶回我們國家去 那所以呢 哈巴就 後來就在臉書上就想說 那既然都已經是專家學者來台灣了 我們何不就把東西送到他們手上 讓他們帶回國家去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做空屋的兩側 所以3月10號 在那時候臉書上就發起 就是要募集 就是大家網路上 就請親朋好友 就有沒有要捐一台 然後去送給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專家學者 結果到3月10號 你看才幾天 十天而已 就募集到30台了 這個真的網路上 這個社群力量非常的可觀 那最近的這個最大的亮點可能就是3月21號 台北市空氣核子計畫發表了一個 這個非常盛大的記者會 有柯批主持的 那在這個發表的過程當中 LARS又被提出來一次 那同時台北市政府特別就是點名 就是要送給無錫台空氣核子給LARS出去 也算是就是肯定LARS這個發展的一個力量 所以左張表示空氣核子 我想很多在座的都看過了 那它其實結合了這個幾家公司 瑞育、遜州、華碩雲端 那中文院的環變中心、資訊所 那市政府方面的話有這個資訊局在主導 那環保局、教育局 那其實一開始要推這個空氣核子 不是那麼簡單的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在做相關的這種量測 常常會發現說這個資訊者 這種比較工程師的人 跟這個環境學者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環境學者他動不動他就會拿出非常專業 百萬等級的策戰跟你質疑說你的東西準不準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因為我們比較想的是說 我們是以螞蟻熊兵的方式 我們沒有要取代專業儀器 而是告訴他說 空氣變壞、空氣變好 我們大概知道有多少 可是如果你是要拿來做開閥 你是要拿來做一些比較科學的觀察 那你還是去用你們專業的 一百萬等級的 我們那才幾百塊 就是Sensor本身是幾百塊 跟那個一百萬的怎麼能比 所以我們慢慢去說服環保局 然後我們也把教育局拉進來就說 我們來做環境教育 我們讓學生、國小的小朋友 可以知道環境怎樣的行為 會讓環境變長 怎樣的行為可以改善環境 諸如此類的 所以他是一個蠻大的跨產官學研 還有民間社群的一個合作案 所以大家可以使用這個G0V的網頁 當然就是市政府他們有一個PM2.5.iPay的網站 或者是你可以到G0V的這個網頁上看 那就會看到這個所有的空氣盒子 然後包含LOS 還有一些民間社群的網站 還有環保署的這個空屋的感測站 的資料都全部都點上來了 那順便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網站其實在3月20 我記得3月20號、21號 就是記者會之前 這網頁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跟哈巴幾個朋友 我們都非常的擔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上頭看到的點 全部都是紫色的 所以 那剛好那一陣子 台北 整個台灣空氣都非常非常的糟 然後 那時候本來很擔心 記者會上會不會只剩下我們市場的臉是綠色的 還好後來沒有 所以後來就變好了 而且到目前為止都非常好 特別是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知道 我們要來現場展示 這兩天的空氣超好的 所以這兩天不走出來真的很可惜 但是也讓我昨天在改SWISE的時候 因為我剛好做了一張新聞圖 等一下會秀 我本來想要秀那種五花 各種各式各樣的顏色 就是平平就是綠色 裝了好幾次都是綠色 好那所以呢 那目前到底系統怎麼樣了 所以整個來說 LARS大概出現過136 可能數據又再稍微增加一些 那平均任何時刻都有超過30個點 是保持上限狀態 那空氣額值總共有300個點 那目前大概有將近200個點上限 那我們再另外再加上環保暑監測站 Webduno在高雄的部件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民間社群的點 所以我們總共加起來 已經有四五百個點了 那如果就地理的分佈狀態的話 除了台灣這個所有的縣市大概都有了 甚至綠島也有我們的點了 那在廣東有出現過 然後韓國、日本、新加坡、菲律賓、德國 都有出現過我們的點 那甚至其中好像韓國、新加坡、日本的點 到目前為止都還活著 就是變成是長期的點 那我們除了在硬體上之外 我們同時在軟體部分 就資料部分我們也提供JSON的DATA 所以包含像剛剛講的G0V的這個網站 它其實像DATA就是從我們的JSONSource 然後拿去做展示的 那另外我們也有做一些簡單的GIS服務 所以我們資料服務的狀況如何 這裡是整理一下 因為目前資料服務都放在我的機器上 所以我們機器的這個Traffic Log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從這裡大概有一個很大的上升 這個時間點就是3月22號 就是空前的記者會 所以記者會之後 我們的Traffic量就達到另外一個境界了 然後就回不來了 那平均每秒大概有超過一個的資料request的需求 那每天也有將近300MB資料量 那目前系統還滿OK的 那非常懇求各位努力的使用它 我很希望下次來報告的時候是跟各位說 你們把我的機器給公共爆了 所以我知道不得不換另外一台機器 或不得不換什麼更厲害的雲端服務 非常希望能夠發生這件事情 那有這些資料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是我們這個團隊一直想要去證明的 也一直想要去說服大家說 你為什麼要加入 為什麼Lars是大家的 所以這是一個去年發生的故事 那事情是有一天早上大概9點多的時候 那我進了辦公室 然後我每天都有檢查 這個PN2.5的習慣 就檢查一下數字 然後那天忽然發現這個數值 這個藍色曲線忽然 就是有一個非常直線的上升 那因為如果每天都在觀察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如果說是像大陸埋害啊 這種環境因素引起的 PN2.5上升 它會是非常緩慢的上升曲線 它絕對不會是直線 直線的話一定就是有local汙染源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網路上就問 反正就問這個臉書神人 FB神就問說 有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然後就有松章的朋友 然後就有樹林的朋友 塗層的朋友 就一一就現身了 就出來了 誒我這邊也是有一樣的 那大家就把這個圖貼出來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不如就把這個時間的上升點找出來 那上升點找出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時間點就畫在地圖上 大家猜猜看發生什麼事情 按照這個時間順序呢 剛好從左下到右上 1 2 3 4 5 6 7 明明之中就有一個故事就出來了 我們再查一下當天的氣象局資料 就是吹西南風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汙染源 這個P2-0的汙染源一定是在這個方向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這一區只有到土城 有一個側站 然後這邊桃園甚至到新竹那邊是完全沒有側站 那邊側站都關的 剛好都是關機狀態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大家都一起來加入這個計畫 我們是有機會去追汙染源的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要追汙染源的話 我們需要更密集的物件 不然的話追到一個地方就會斷線了 第二件事情呢 是今年2月20號大陸埋害 那我們都叫大陸埋害嘛 埋害會從北部慢慢過來 通常我們一般都是萬里的環保署側站 當作是這個長城輸送的登陸點 因為它是最美的側站 那它到底是如何影響台灣的呢 那我們一樣觀察三個LARS的側站 一個是台北、苗栗、嘉義 剛好是紅色、藍色、綠色 那各位可以看我們的觀測值 紅色、藍色、綠色 是不是就符合優北當然的趨勢 所以以前我們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一旦圖示化之後 其實你就會知道說 喔 原來這個就是我們周圍的環境所發生的事情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其實可以 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話去看的話 這個時間的距離 這個風跟風時間的這個距離 其實也大概暗示了這個側站的距離 還有風速、風向之間的這個連帶關係 那這個是我最近的另外一個發現 這是五月平號是前幾天 那我們先看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圖是怎樣 紅色是這個在我的辦公室在七樓 那藍色是旁邊的國小在一樓 我就在觀察這個點 我就一直在做比對 然後發現說 奇怪為什麼學校國小的氣象站 國小的這個P2.5空氣盒子 它的值就是比我的糟 到晚上又變得一樣 白天就比較高 然後呢剛好呢 這個星河國小王翰青老師 他現在在坐在後頭 他們學校 王翰青老師非常熱心 他們學校就鋪了兩台 一台是在一樓一台在五樓 然後呢 他一樓是紅色線 五樓是藍色線 結果呢 他也是地面的比較高 高樓層比較低 他在想為什麼為什麼呢 後來就去找環境專家問 他說其實高樓 P2.5通常 如果也是local污染源的話 這P2.5大概會聚集在比較低樓層 那高樓層側道通常是環境這種背景 跟P2.5的濃度 所以如果你去看到這個是差的話 大概就可以暗示說 就是地面污染到底嚴不嚴重 那你可以發現白天的時間 這個紅色綠藍色線就會分開來 到了晚上它就會合在一起 它就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趨勢就出現了 所以這資料本身是可以講話的 但是你要讓它講話 你就要有一些環境的支持 在後頭去支撐你 那LS其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 因為裡頭各種各式不同背景的人 那大家一起討論 其實可以讓很多東西就可以浮現出來 好 那這剛剛都是目前LSS發展的現況 那下一步要做什麼 所以我分四個面向來看 首先第一個是技術 LARS裡頭有蠻多工程師的不諱言 那這工程師就是只要扯到技術就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們這一次展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有支援Laura在瑞玉的探問 那我們有LARS4U 有更多功能 有CO2進來的 然後觸控面板 然後要更準更小 所以我們也有在follow 就是包含LARS4U裡面 那不推銷 裡面的程式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P29的Sensor 直接換掉 換成最新的 我們自動那個程式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它的那個感測器的厚度 會變成只剩下一半都可以 好 你可以要求非常多 那甚至你可以要求說 能不能變穿戴 能不能用電池 能不能上山下海 放到河川裡頭 放到土壤裡頭 上太空 都技術上都可以 有一天都可以做到 但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那主要就是 那我們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一個成熟穩定的東西 我們要準確的值 這個其實是最重要的 要keep住的一個一點 那就建制方面的話 我們目前在努力的包含 第一個當然是 東西變小之後 我們可能可以去做行動感測 那有了CO2之後 我們可以去做室內感測 但是有一點更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希望把台灣填滿填好 我們可以真正知道台灣的上空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目前台北有空氣盒子 那未來能不能到處都有空氣盒子 那當然不只台灣 我們也希望輸出這樣的經驗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這個需求 特別像亞洲國家東南亞 這個需求非常的大 那其實Lars已經開始走出台灣 已經有一些國外的朋友在使用它了 資料部分 資料部分是我最近開始覺得有壓力的東西 因為他爸每次都跟我說 以前也都說感受點太少 你沒辦法做事 那現在給你300、400個點了 你給我一點東西吧 那我後來終於想到一招 台北感測點很多 可是污染在旁邊 旁邊沒有感測點啊 剛剛不是有一個圖文嗎 我只能追到土層 後面也追不到啦 所以我還可以再撐一回 但是我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那希望大家要一起幫忙 就是資料分析需要大家一起來 一起做分析 那這個問題很困難 非常滿大的挑戰 很有趣的也很多挑戰 它跟時空因素有關 所以我接下來就貼一些臉書上的討論 有一天我要去台中出差 那之前我就先去看看台中 到底空氣怎麼樣 那天剛好很不幸就看到這個空氣長這樣 就是忽然蹦了一下跑到兩三 跑到四百去了 那我當然第一個我知道空氣 overall算不錯 只是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所以我就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結果苦主就說 我就說 那個是不是我家對面的土地公廟在燒金紙 然後我就說 燒金紙 可是我上次掃墓的經驗 其實你隔一百公尺大概就沒有什麼感覺 他說但是很不幸我家裡他五十公尺 好像就知道原因了為什麼會蹦出來了 然後下面就是阿海吧 阿海就講了一個故事 阿海就說 上次我家隔壁在告別室 我直接都知道他們幾點到幾點在燒 上次我就問他 你家旁邊為什麼B2L那麼高 他說旁邊正在燒 結果沒隔多久 我就說出自結束了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個分析蠻困難 那跟時間空氣是有關係的 然後跟地形氣候也有關係 所以因為LS 因為有這麼多data之後 我現在開始學會看風向 所以我現在常常連續那種風向風速的網頁在看 所以你要去知道地形哪邊有山會阻擋 你要知道風什麼時候是吹什麼風 它會影響你 那有了這些資料之後呢 那接著你可以再去看看大陸沿海地區 目前的PRDL的網站 然後你可以去猜測說 如果台灣現在天氣不好大概是什麼原因 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不過目前為止都還是事後諸葛 你要去做到預測去猜說未來會怎麼樣 還是滿困難的 第三呢跟濕度有關 當然因為理論上來說 濕度如果是那種非常濃的霧 那種濕度會非常高 就有一些濕度就會爆表到100多趴的 相對濕度到100多趴的那種狀況之下 其實那些水氣它本身也是小於2.5 也是屬於PM2.5的一種 只是我們一般都認為PM2.5就是有害的PM2.5 就是那種顆粒的固體狀的東西 但液體也是一種PM2.5 而我們的機器它真的很忠實的就全部都涼出來了 只是它涼出來的水氣吸進去 我們是覺得OK的嘛 那怎麼辦呢 沒辦法 我們目前系統就會吐出比較高的樹脂 那比較專業的測量他們會去做除濕 會去把濕氣給吸附掉 但是我們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這個跟濕度有關 還在想要如何克服 那但是另外一點是說 我們這資料分析其實有些時候 答案往往比我們想像中來的簡單 譬如說空氣盒子發回去之後 我們都想知道說 它空氣盒子到底是真的裝在室外 還是它就放在室內 有些人真的放在室內 然後我就會說它為了研究用作 它放在室內 可是對我們而言 我們在譬如說看到室內室外 這差別很大的 那怎麼辦呢 結果呢 前幾天我忽然知道答案了 因為前幾天空氣又變很糟的事況 全台北都是紫色 但是有兩個點是綠色的 我給你保證它一定在室內 答案就出來了 還做什麼分析 這時候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資料分析其實是蠻有趣的 那在分析還不知道 到底怎麼做 怎麼讓它發更滿意之前 我們先想辦法讓資料說話 所以有一天晚上 你們就可以知道 我常常在看這些圖 看久了之後 你就大概都可以猜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天晚上忽然發現綠島 綠島的數值忽然飆高 綠島的空氣通常是全台灣最好的地方 但是那天數值非常的高 又是直爆了 所以我在網路上有一個問 綠島的朋友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真的有一個綠島的朋友 那後來就去問一問 那一天他們農夫在燒稻草 你看 釋出必有因 我們就抓到了 那 在分析之外 我們同時也提供JSON API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借接我們的Data 都可以去做分析 所以我這裡列出了非常多 不過這個不可能往這上看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上這個LS的網站也好 或者是就是看這個slice的pdf檔 那 如果真的都不知道怎麼分析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第一個就是秀圖 所以這是我最近這兩天非常開心的事情 逢人我就會把手機拿出來給他看 給你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就把這個側站呢 用這個學術上叫做Moronoid diagram 其實他實際上就想說是劃分勢力範圍 我就知道每個地方 他是離哪個側站最近 然後我就把他的界線畫出來 所以每一區裡頭就是只有一個側站 那這邊可以看出我們這個花蓮 花蓮跟台東的側站的地圖 就是管轄範圍最大 因為那邊的側站太小了 那台北的話側站就非常的密集 這邊都全部都點擊在一起 所以把它放大之後 這是台北的這個分布圖 從這個圖上 其實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哪一區目前大概是什麼顏色 那 我這個圖是兩天前做的 大家幾乎都是綠色 那今天早上有一度 曾經就是會出現 有一條是黃色的 你會發現這 就是變色的區域 它實際上會是有連續性的 也就是代表這個汙染其實是有連續的 可能是風吹然後帶著走的 這要過後呢 下一步還有哪一方面 我想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們不只是在做量測 不只是在分析我們要有一些教育的意義 那 Scott的朋友 他今天應該沒有過來 他有一天在臉書上就說 他被校長請去喝咖啡 然後 為什麼 因為校長說 聽說你在LSS社區 你會幫我們學校加個站 我們就說 好啊好啊 幫我學校加個站很好 然後後來就說 可是校長要我自己出錢 然後後來就有人說 我們學校其實也有一個 然後校長很貼心下頭放了一個QR Code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上 就可以看那個 學校的那個策展 我們希望 越來越多校長請大家去喝咖啡 這個 這實際上是也好 其實代表學校重視這個事情 那這也是漢青的這個故事 漢青在他們學校就放了一個 這個大螢幕 然後讓學生就可以看到他們 學校策戰的PM2D 你知道學校這邊的狀況嗎 其實這很好 因為 小朋友們才知道今天要不要戴口罩 才知道今天下課的時候 能不能出去大跑 去外頭去跑 像我兒子 現在的後頭已經不專心了 我都跟他說 今天空氣很不好 你去學校人家跑的時候就不要跑 你覺得有點喘的時候就停下來 他現在已經都會聽話了 然後也跟著帶著學生去做這個環境教育 去跟他們知道說哪邊的空氣可能比較糟 靠近馬路比較糟之類的 那這個東城 海南朋友他們就是把這個 LS的Data 他可以接接進這個Scratch 所以用拉一拉的方式就可以抓到Data 那他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他可以去讓學校在不同的這個 天月流濃度的時候 他可以去不同的顏色的棋子 綠棋 黃棋 可以去對應到不同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創客教育的素材 除此之外 LARS還可以做什麼 還可以做什麼 好 那 這個前幾天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 他在台中 他說他們的PM2.5平常都是這個曲線 但是有一天忽然變成這樣子 他家也沒有燒香 也沒有人在吸煙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我很佩服他 我把他拿出來 因為我非常佩服他 他竟然去調監視錄影袋 發現是他家隔壁的鄰居出門的時候 代車 就是代速在那裡空轉 所以就產生PM2.5 然後就這樣飆高 然後後來開走就沒事了 可以做這個事情 滿有趣的 你也可以知道你家的空氣清淨機 到底有沒有效 有開了跟沒開到底差多少 有換濾網跟沒換濾網 差多少 那我跟各位說 其實不要換濾網比較好 比較乾淨 塞滿滿的 空氣那個髒東西過不去了 他只是很耗電 你也知道這個 這個口罩到底有沒有效 哪一種口罩比較好 什麼帶比較好 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還可以做很多 你看看等一下接下來的talk 那個每個talk都 好奇怪 五花八門 看完之後就會覺得 什麼都有可能 什麼都不奇怪 因為其實對於環境的認識 其實就是 你有不同的問題 你就往下去抓 你就會發現 其實就有很多學問在裡頭 那社群行動力非常強 非常有這個衝勁 有爆發性 我常常都笑著說 我們要這個 記好安全帶 因為哈巴就帶著我們 橫衝紙狀 然後哈巴速度都超快的 那你不要先想 什麼東西會阻礙你 我覺得我進入那社群之後 這一次之前 我們在想計畫的時候 可能 因為我是來自學術界 我們常常都會先想 可能有什麼問題 但是哈巴給我的一個改變 其實你不要先想 什麼東西會擋住你 你先想說 在這個框框下 你可以衝多遠 你就衝吧 有些時候 其實當你衝過去的時候 你就發現原來的問題 也不是問題 那如果不會很正常 沒有人是萬能的 就找高手 那拉斯族行 我覺得它最大的價值 就是裡頭有非常多不同屬性的人 所以大家一起動手 合作 分享共創 所以像頭是這個保羅科赫的 就是當你真心真意 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 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那拉斯還期待大家繼續加入 因為還有很多資料 沒有分析 大家需要解救我一下 然後還有很多問題還沒解決 還有很多沒看到的問題 這是更有趣的事情 那開放合作 就是拉斯的本質 那成果是所有人一起共享的 好不好 謝謝大家 那個 休息十分鐘後面還有 連線啊